安古 你今天怎麼不用上課 你要憂鬱症了嗎 我太晚去接你了是不是 今天我們要帶安古他們去 露營!寒假露營 在抖好了沒? 抖好!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宜蘭的 浩瑪古道 我覺得這個露營區蠻酷的是 它後面的風景很漂亮 可以看到龜山島 露營要有景,心情就舒暢 這一次我們是因為小朋友放寒假了 沼澤也剛烤完大烤 之前是旋比較遠的 那後來發現這個很近,礁溪交流到下來 大概五分鐘就到了 但必須要說這個路算是蠻難開的 技術,請先在家裡先練好 因為剛剛我們有點下雨 然後我們在最後一個彎,那個輪子是有點空轉的狀態 最後那一彎,過了就順了 雖然很難開,但是很短啦 這支影片又是久違的 看不知道故障有沒有新玩具可以開箱 有!天天都在 我跟你們說,我沒有跟他說要拍片喔 我就知道他一定會有新玩具 盜知盜知盜知 顧掌的帳篷 搭好了,姑姑要開始發工了 哇,你這個是怎樣,為什麼看起來好像很酷 欸,我央求多久,他才願意讓我買桌子 可是這是訂做的嗎? 自己組一個中島型廚房耶 你知道我笑想多少年了嗎 它其實就是兩個收納箱 你要單獨用的時候也可以啊 因為我們家本來出門的時候 會有兩個收納箱 然後我看了很久 上次那個妮妮弄弄的那個 露營展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個 我等很久欸 因為它卡在海關 你就是可以單獨買箱子 然後你也可以單獨買鑽板 但是如果你把它整組組起來 它就是一個中道型的廚房 所以它這邊還有一片是連接起來的 對對 加上這兩個板子之後 乘重量就可以達到非常重 就不怕壓 像我在家裡面的時候 我就把它拿來當成我們家的 角落的一個收納箱 Camping Bar 啊很貴嗎 整組買起來 我自己的錢 人家公公自己出錢 你在那邊化銷 今年因為疫情都不能出國去玩啊 所以我每個月都會存那個旅遊基金 我就拿來買我的這個中道廚房 豬菇好棒欸 再來買喔 對啊 人家老闆很愛我欸 真的變一個中道廚房欸 好屌喔 它最特別是它可以從這邊開箱 這裡也可以開 以前的都只能從上面開 造成你上面有東西很難去拿東西 哦 就是一個收納箱 但是它上面可以變桌子 而且它的收納箱可以從前面這樣子 打開它 存重量很高喔 那我就問這一支要多少錢 直接公布 直接公布 7460吧 全部買起來加板子 不會痛 因為不是我的錢 我完全不會痛 有一個陪你露營的老婆還自己買裝備 哪裡找 哇 這四張燒友 我特別喜歡她 哈哈哈 姑姑從不太喜歡露營 到現在會自己設計自己的中道廚 所以其實女生也有在比裝備 要重視女生的心聲 這次的玩具是姑姑的最酷 對 我有幫她去載這個 哈哈哈 我有出道理喔 而且我有帶她去看這個 她說她喜歡 我有帶妳去看 硬要邀功欸 接下來故障想要介紹的是她買的帳篷 其實之前有稍微介紹過 但沒有仔細的介紹 她這個帳篷 你看像我們大概三個家出來的時候呢 她有一個特別的好用的地方 左右邊連接出來呢 可以連接到隔壁的帳 她就可以形成一個所謂的風雨走 她就是前後左右全部都可以開 這是我最喜歡她一點 尤其是比較大的家族在聚會的時候 那當然最重要是她一個客廳帳呢 那可以防風 太冷的天氣呢 整個拉起來呢 她就不會那麼冷 所以她算是一房一廳 對一房一廳 是所謂的黑黑帳 有黑色的特殊的塗層 這是空門今年最大的一個特色 那在睡的時候就很舒服 第二個我考量的重點就是這個高度 有的時候高度要彎腰嘛 那這個高度呢就很高 這樣子大概都快到210 不只吧 你沒那麼高吧 哈哈哈 我跳我跳 有小孩子很高的話 就要買這個比較高的 這樣才210我才不信欸 然後她又漂亮 白色的感覺很好 這邊就是睡覺的地方 對 然後後面也可以全開 做一個活動的空間 轉過來這邊就是姑姑的廚房 又可以連接到另外一個家 就是四通八達的概念 你研究很久嗎?買這個 每天都在看YouTube 現在有賣嗎?台灣 一直在缺貨 老要買都訂不到 還問我在哪裡買 已經是從去年缺貨到現在 多少錢? 我那時候買有優惠大概23000 但是那時候是剛出來 我就搶了 所以有一點優惠 這就是姑丈她買的帳篷 COLMAN的 這個就是姑丈她的帳篷的整個外觀 從後面看就完全可以打開 整個暢通無比 再加上她的這個東西打開了之後 還可以連接到別的帳篷 做一個空中走廊 接下來我來自己開箱我買的一個超高的床墊 她跟我的整個小腿差不多高 這個是Intex的充氣床墊 我直接在PC後買的 好像是2500多塊 真的太高了 我們不小心訂一個 什麼家後版的 什麼挖哥的 結果送來我們也算是傻眼 不過我覺得她在2000多塊 貪用啦 如果家裡有客人 或者是你們去睡民宿 床不夠的話 其實帶個這個蠻方便的 而且重點是它有內建的綁譜 你只要插電 它就可以開始充氣 但是它有一個壞處是 如果旁邊的人翻身 就會像在地震 你們可以自己考量一下 我上次有睡過 豆點的床墊 是真的很好睡 價格差不多也是2、3倍 不過下一次 我還是會買豆點的 等這個床破掉之後 笑嗎 他們一直取笑我的床墊啊 因為很高級啊 錄影界的習孟姿 很高級的床 你們這樣子在霸凌耶 霸凌露營菜必發 真的很誇張 你們看有多高 你真的是無限延伸耶 很過分耶 我們在你們旁邊 看起來像貧民窟耶 哈哈哈哈哈 都不如柯林區這邊 下一個玩具 男人的刀 那我在Youtube找了很久呢 發現這個有時候要生營火 有時候要切 切西瓜也可以 切菜也可以 煮牛排切肉也可以 不是你剛拿來切木炭 然後再來切西瓜跟牛排 所以它有一個重點一定要洗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覺得滿好用的 因為我隨身都會攜帶防身 然後有一些披木材 什麼情況下你要披木材 有一次我在露營 發現那個他們的那個沒有燈壞 一堆人就到森林裡面去弄木材 可是他們缺乏一把刀 這個是求生必備 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戰術之刀 BKPKA Bar 這一個呢是 就是所謂的類似瑞士刀 可是我發現我們瑞士刀都少一個這個夾子 哇 鉗子 鉗子 MX2喔 它的重點就是 欸 它有夾子 我們買它的主要就是夾子跟什麼 剪刀 這兩個在瑞士刀是比較弱的 你知道為什麼它會拿這個出來嗎 是因為我買了一個小米的延長線 我覺得這也滿好的 這才兩百多塊 它有三個USB孔可以直接插 重點是因為我剛剛說 鼓掌你可不可以幫我把這個拔掉 因為每次要插都很麻煩 結果它就立刻變出來 就是這時候要用的 老實說買這個最舒服的 就是這時候 哈哈哈 I will always ready for you 喔 還滿硬的喔 哈哈哈 結果等一下刀斷了 婆婆你女婿太帥了吧 帥爆了 叭叭 咖啾 剛剛你那個床怎麼這麼高啊 哈哈 連你都要笑我 女王的床 好 再生個小baby也夠帥啦 謝謝 先不要 小baby摔下來比較危險 小baby撐出來我幫你戴啦 你看我的床帥嗎 帥 你喜歡我的床嗎 喜歡 對嗎 我終於找到我的粉絲了 喜歡我床墊的粉絲 我現在要來再開箱一個玩具 Galen的那個沙發床 應該是這樣吧 我想 大概應該是這樣啦 蝦款 不錯啦齁 一秒有沙發啦齁 啊那個屁股有一點碰到腿板 哇 哇哇哇哇 沒有啊 漏空了啦 快一點點 哇 哈哈 我們一起超級跳 欸 原來這個沙發會讓小孩玩爆耶 大家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你看這個老頑童 又是什麼了 比NERV稍微強一點點的水彈槍 哦 就是我去金門玩的那個 它裡面就是有點像水晶寶寶的 對對對 要戴護目鏡 裡面的子彈就像這樣子 出來野外也要預防一些 屁啦 你自己想玩就玩 野狗會來咬你 因為現在露營也 除了Nurve還可以玩水彈槍 大家14歲以上 老實說 超級好 它做的感覺讓你覺得非常的 很像真的 確實有一點的強度 大概10到25公尺 它兒子畢竟也是高中了 就喜歡玩一些更刺激的 那我是為了自我防身啦 因為它們射我 那它子彈會貴嗎 1萬顆 大概20塊這樣 這麼便宜 這邊是我們帳篷區看下去的風景 宜蘭這邊的平原 漂亮 岸谷妳該不會會扯鈴吧 我只會基本功 哦 基本功 哈哈哈 妳真的是最會扯的小朋友耶 然後他 哇哦 欸 真的會耶 岸谷的師父來了 哇哇這個架式 撿一個架式啊 哇 哇 這是什麼 哇哇哇哇哇 姊姊是不是妳的偶像 妳很崇拜他對不對 我崇拜 好 哇既然非常的家 還有 哇 好 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